新闻出声音是来自家议官议会的消息 家议官的压告问题严重 若立委员今天在管议会宁市会欢迎 官议官吴克荔竟修出一张11只压告逛大街的商品 认为政府若是没接级的作为 以后今天路上可能稿子比人比较多 官议官吴张梁标识 会再跟业务团委来协商 定期会时会提出访问 官议官吴克荔说 跟一关三海区 比如追踪泰宝、报道、中部定性定期 都有严重的压告问题 目前的作法是压告抓到结札后完地办会 有期间反省用政策保护 但是有当时压告可能会因为心理因素 你有攻击人的行为尽然已切 官议官吴克荔竞说 任何创意于赞金大营 要帮报的人处理压告问题 但是目前也没闪门 不然在明兴兴的收容所空间也不足 他建议台藤公司在家议官有这么多的地 台藤地可以持一堆地 管户也可以找职合的地来生作伺候 我可能今天不是要求说你要对这些狗来做 不能道的处理 不是 我们还是要按照政府以能道方式来处理 对这些爱狗人士呢 也是要有一个最多的 我也是一个爱狗人士啊 但是呢 在外面这种野狗 因为严重危害到我们乡亲的交通的安全 跟个人的安全 不能再放了 我们的庸亲是大 有关澳确实会危害到地方的安全的 我们来做相关的救援 我就说了台藤都有养猪 我不相信不可以收龙狗 台藤都可以在家议是养过多猪 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跟他们住地方 不是说这个地方必然备有了 是然后我们来收龙家的浪狗 那会有你无理 我想 狗的问题我想每个 不管是我们家议线 其他线市也都是一样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是说 我们面临到这么多的野狗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有跟地方相关共同目前做一个所谓的配偶种人政策相关的警察辅助 或是我们做的这个绝育挥放的这些动作 狗 起狗是要来扣这些 虎温啊 他就说我的狗如果是结诈了 他本来就胖 可能因为少了雄性荷尔蒙 就不会胖 其实不会 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呢 他们就会 我起狗啊 我就是不要去结诈 不结诈的结果呢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在对于我们的 相亲的一个观念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要导致他们的观念 有前两人说政府没人规定 不得对流浪动物进行安乐事 行情才精准保护 有上人 欲人的丫头会保护 但是没法把所有的丫头都抓起来 已经为结诈的工作一定会做 因为丫头的工作很专业 只并过成立专业的基部单位 不仅这一业 设立修容中所 并跟台北爱国民间人数合作 俗行到家计官设立修容空间 新闻新闻 中来行 家计官 蔡红博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